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姚佳艾德发表了新曲NUDE 而新曲NUDE公开不到一天 就突破了2000万的观看次数 在美轮排行也登上了二位等 成绩非常耀眼 而且也因为这次的NUDE概念是 致敬马里里姆罗 反应真的是非常激烈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姚佳艾德新曲NUDE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 NUDE也是,歌词也是 传递的内容也是 真的是我的取向 致敬描述的比想象的还要好 所以很有趣 真的是一组很有趣的女团 不是我喜欢的风格 但是歌曲做得很好 能想象这样的风格概念 简直就是个天才 说实话前半部英文部分 应该要让迷你唱了 一点都听不懂在说什么 只是在喊一样 我个人觉得这次树花很不错 在NUDE里很漂亮 发音也好 音色也很好 我真的很喜欢马里里姆罗 这歌可能就是马里里姆罗生前 想要说的话 一想到这里就会让人哽咽 NUDE概念很好 但是歌曲没有达到那个期待 这次的歌曲没有印象很深的曲子 句子 果然无法超越Toneboy 目前为止 姚家爱子的歌曲我都喜欢 所以很期待了 但是不是我的取向 从头到尾都听不懂在说什么 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 姚家爱子从Qndom开始爆红后 黑粉的套路每次都一样 跟之前的风格差不多 就骂说是自我复制 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就说很失望 有成员part不多的话 不是那个成员粉丝的酸民们 就开始酸 分配的很少 分配的多 就说分配的太多 走独特风格 就说很难理解 走大中心 就说很无趣 总之怎么样 都只是想骂而已 这个留言可以搜导成一句话 那此后 因为我最近才在Netflix 看了有关Marimono的影片 所以真心觉得 这首歌的歌词 写得真的很棒 然后除了主打歌Noodle之外 收录曲LoveChangeReset 也都进入了美轮千百排行内 所以对于姚家爱子的兴趣Noodle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同盲心已成员 强命的妻子 在今天10月17号 生下了儿子 也就是说 同盲心已的盲年 变成爸爸 根据媒体报道 强命在老婆 怀孕到生孩子这段时间 一直都有守护在妻子的旁边 而SN娱乐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活动的时候没有闯过祸 非常努力的活动 到了结婚的年龄 也是安安静静的恋爱后结婚生孩子 有哪个粉丝会不喜欢呢 雀刚强命真的太完美了 祝你幸福 强命的爸 真的真的恭喜你 真的很高兴能成为你的粉丝 长得像爸爸的话 应该超帅吧 真的恭喜强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嗨姆的官方声明 旁摊苏运带已经开始准备 旅行当兵义务 成员仅在2022年10月底 取消延后服役的申请 之后会按照兵屋厅的行程安排 其他成员们也会按照个人计划 依序当兵 我看到很多韩国华语圈的媒体 针对这个声明 一直使用 其实旁摊苏运带成员们 从头到尾 本来就没有说过要什么特权 成员们都说了到时候一定会去 而那些搞政治的人 每次有对自己政党不利的消息 就用旁摊当兵来转移大众的视线 然后hype的操作也真 在hype官方回应后 旁摊的经纪人也在IG发文了 是的 会去的 希望不要再说没用的话了 应该是真的感到无奈了吧 幸好能这样明确的告知 以后就不再用这个来欺负你们了吧 希望能健康回来 政治人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 就用旁摊来转移视线 以后不行了吧 要当兵了 感觉心里要碎了 希望能安全健康的回来 黑粉们去也废话 不去也废话 拜托可以滚一边了 今要健康的回来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